新北市长侯友宜他表示 针对恩主公的群聚案 遭到陈其迈的轰疫调不实 侯友宜有说明也带您掌握 所以今年54人到今天 现在这个时刻 我们整个把疫调都已经做完毕 而且把所有该处理的 所有确诊个案都分别 54人当中有16个人住院 38人无症状确诊 或是轻症的送到集中检疫中心 这里面特别做一个分析 给各位市民朋友来做一个了解 当中这54人当中 我们居家隔离的 总共筛检出来确诊是有14人 其中7个是在解隔前确诊的 那居家隔离其实一直在我们的掌控当中 那这个7个是解隔前 它的CD值都很低 那这部分如果把这14个 我们整个掌控的当中扩除的话 其实真正的我们要厘清楚的是40人 那这40个里面 包括我们居家隔离 我们也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分析表 这分析表里面最重要的还是在家户 家户里面占了一半27人 那医疗验手占了9% 就是5个人 至于我们的职场 其职场是这一波所有的感染源传播的最重要 所以新北市在这个职场里面 这一次有19人 占了35% 那部分感染人占了3个人 6% 我们部分感染人越来越低 我今天特别把疫调要非常的清楚 给大家报告 新北市这一次在北龙事件当中 包括淮安市场 包括滨江市场 总共在今天公布的是有13人 这13人相对的北龙里面 影响到我们的新庄 新店 永和 淡水 三重 各一人 中和三人 细子一人 至于华南市场有三人 中和一人 板桥两人 滨江市场有一人 是三重一人 至于这13个都是从职场传播过来 里面我们整个职场里面 有17个跟台北有关系 另外四个是台北有个科技公司 里面有两人 另外万华有一人 那新北市自己有本身职场的传播 有两人 其中我特别谈到五谷 五谷有一家 爸爸的职场在台北科技公司 一传就传了四个人 以及另外有一副是三个人 也是职场传播过来 所以其实我们把相关的疫调 做好以后 我们就会随时通报给他县市 包括台北市 让他们随时两边并肩作战 赶快把他匡列 把他整个隔离找出来 所以新北市在这一次里面 很清楚 我们受到北冬案件的影响还是蛮深远的 所以今天17个里面有13个 那光这个匡列里面 我们今天匡列的是100 接触者是118人 即将隔离就匡列了107人 我们同步完成快三有42人 又找到三个阳性快三阴性有39人 至于PCR快四的完成54人 那阳性有两人 那阴性有52人 其他的还在裁检当中 这里面我们匡列的接触者里面 最重要还是家庭的接触者 匡列77人 占了65% 职场的接触者 这一次匡列13人 占11% 其他的匡列28人 占24% 所以新北市都会在同个时间 在筛诊出来 PCR还没做出来之前 我们就开始前例 希望赶快匡列疫调 用快前诊的方式 让每个个案都很精准的 把这个匡列好 赶快把隐藏链找到 所以无症状很多都是 我们靠这样子找出来的 至于新北市一直提倡 广塞快塞 那这期高风险的民众进行快塞 我们总筛减量已经达到11万 塞出了1144人 阳性率是一 越来越往下再走的趋势 我这里面特别谈一个数据 因为昨天 前天算是前天 前天因为北农事件以后 我们新北的果菜公司 包括三重 包括板桥 塞了3627人 那我们的总筛减量达到1万 扣掉这3000多人以外 我们还有6400多个 这当中大概将近有2000个 是比平常高数很多 那这里面有注释 有北农史 在昨天是773 那昨天市场特别讲 非常欢迎 整个北农有接触的 或是有北农的足迹者 都能够到新北来筛减 也非常谢谢这些好朋友 愿意 大家一起来 共同面对防疫 所以我们今天 虽然筛减的 整个人数是5574 比较平常高了 大概1000多人 方正1000多人里面 就有1011人 就至于说 他有北农 韩环南的接触史 那在快筛阳性的 今年有8人当中 就有两个人 都是有接触跟北农 跟韩南的 及早把这个隐形的 传播类赶快找出来 其实对台北 对新北都是好事 所以我们这一次 整个5574人 找到8个阳性里面 就有两个 跟北农有关系 我们的阳性率是0.1 还是在往下降 所以新北市 用这个监测的快筛 其实非常的准确 看到新北市的疫情 是稳定而受到控制的 虽然筛检力量这么多 但是我们的阳性率 并没有提高 这是一个稳定 往好的方向在做 所以新北市 有40处的筛检站 6月25号明天 又会启动 巴黎机动筛检队 那新北市的筛检站 还是欢迎大家 多多来利用 只要大家认为 要去筛 就赶快去筛 把自我健康的监测 能够对自己身体能够有所了解 让我们把隐形传播链找出来 所以果菜公司在这段时间很辛苦 筛检出来阴性以后 才能够除筛检的证明 到新北的果菜 来拿通行证快速通行 所以从今天的凌晨 我们开始实施凭证进场 我们分了八组人力查核 也谢谢警察到现场来给我们维持秩序 所以人流非常的顺畅 不过进出的人数 确实有减少了将近20% 那这里面今天的动线 其实安排得非常的好 也没有影响所有的作业 也谢谢大家的配合 除了我们筛检完毕有3627人以外 最重要打疫苗 所以打疫苗两个市场同时施打 已经完成1,210人 我们今天还是照常在施打当中 除了疫苗的施打以外 今天也看到中央特别讲书困4.0的经浸方案 包括6月布什斯夏季电价 我们新北在住宅用地里面 大概有249万户 不到7月的电费 最高要减收30% 我们新北大约有21万户 请市民朋友多多的注意 至于有班小规模营业人 中央特别贷款每户 最高额度50万到100万 新北户是针对急救贷款 也针对中央的营运资金贷款 特别专案加码6个月的利息补贴 那当然中央在整个急烂纾困里面 希望地方来审查 那新北市目前已经申请案 累计是7万7千547件 我们非常谢谢七公所第一线的基层同然 非常快速的核定了5万2千348件 水流的进度68% 水流通过了这当中 已经累计2万7千597件 并持续在办理中 所以中央表示 地方如要完成核定以后 7点里面将进行不复 今天在新北这边新增了有54例 而针对北农的群聚事件 现在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 会跟台北市一同努力 毕竟是一个一日共同生活圈 而在今天